我们为何需要清教徒? 八课 第一章 塞马据说是运动之王 然而用污泥污蔑人 却更有群众基础 嘲笑清教徒 一直以来都是大西洋两岸广受欢迎的消遣运动 大多数人对清教徒运动的印象 仍大大带着歪曲其真实面目的污泥 需要抹去 清教徒这个名称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污泥一团 这个新名词生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初 它一直是一个讽刺污蔑的用词 更多的是代表着脾气暴躁 爱指责人 欺骗 某种虚伪 超越其基本含义 就有出于信仰考虑 对伊丽莎白时代老底家事 妥协的英格兰教会的不满的意思 后来这个词加添了进一步的政治意义 有反抗司徒加特王朝和反对某种共和主义的意思 然而它主要还是指人所看为一种奇怪 脾气很大 丑恶的抗罗宗信仰 在英格兰 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 反清教徒情绪变得澎湃奔放 自从那时起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北美 在约拿丹爱德华兹去世后 这种情绪慢慢积聚 在一百年前后 清教徒时代的新英格兰达到巅峰 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 学者们一直在认真细致地把这污泥抹去 就像西斯廷教堂里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一样 当复原的人除去黑暗的表面后 今天他就有了人所不了解的色彩 同样对清教徒习以为常的看法正在大大改变 至少对那些在这方面有认识的人来说是如此 有见识的人在Perry Miller William Hauer Marshall Naben Percy Scholes Edmund Morgan 以及一些更近代的学者的教导下 现在承认典型的清教徒并不是一个狂野 火爆怪痞 信仰狂热分子 以及极端社会活动分子 而是清醒的 有责任心 有文化的市民 是讲原则的人 忠诚 意志坚定 守纪律 在家庭伦理上卓越 没有明显的缺点 除了有一种倾向 就是对神或对人讲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 喜欢引用经典著作 终于他们得以被还以一个清白 但即使是这样 大人建议我们需要清教徒 我们这些身处二十世纪 在世界和神圣的领域都如此近身 大大掌握技巧的西方人需要清教徒的时候 这种建议可能会令一些人侧目 尽管事实就是清教徒是有责任心的市民 但那种认为他们是既滑稽又同样可怜 幼稚和迷信 原始及容易上当受骗 超级严肃 过分谨慎 专注小事 不能 不愿意使自己轻松的观念 却很难出去 人们问 这些狂人分子 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呢 用一个词来回答 就是成熟 成熟就是智慧 善意、不屈不挠和富有创造力集合为一体 清教徒是成熟的典范 而我们不是 我们是灵性上的侏儒 据说一个寻游各地的领袖人物 一个本土美国人曾经声称 他发现北美帝新教运动是以人为中心 富有操纵性 以成功为倒下 自我沉醉 多愁善感 就像有三千英里的宽阔 半英寸的深度一样轻浮 相反 清教徒作为一个整体 则是巨人 他们是一群 侍奉一位伟大的神的伟大的人 他们身上 集合了头脑清醒的激情 和温暖人心的怜悯 有一项 讲实际 理想主义 也面对现实 以目标为导向 井井有条 他们是伟大的信徒 伟大的有盼望的人 伟大的实干家 还是伟大的受苦受难的人 他们在大西洋两岸的受苦 锻炼他们 使他们成熟 直到他们的身量到了一个地步 丝毫不在英雄之下 我们今天的富足 带给我们的安逸和奢华 不能给我们带来成熟 然而苦难和征战 却可以 清教徒的属灵征战 以及与神把他们安排 所在地方旷野气候的征战 使他们形成了一种 具有英雄气概的品质 毫不畏惧 不可征服 胜过失望和恐惧 像这方面真正的前辈和榜样 比如摩西 尼西米 五旬节过后的彼得 使徒保罗一样 属灵征战成就了清教徒 他们接受征战 作为他们的护照 把自己看作是 他们主的精兵 兼天路客旅 就像班羊比喻体作品里的人物一样 不期望走一步 会不受到这种那种的拦阻 John Jerry在他的小册子 英国就清教徒 或不从国教者的品格中写道 他把他的一生 看作一场战斗 基督是他的元帅 他的武器 称赞和眼泪 十字架是他的旗帜 他的座右鸣 是受苦者征服 清教徒多多少少 都输掉了他们奋战的 每一场公开战斗 那些留在英格兰的人 没有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 改变英格兰教会 他们只复兴了 其跟随者中的一小部分 最终因着人算计 给他们良心的压力 他们被逐出了圣公会 那些横渡大西洋的人 想在新英格兰 建立新耶路撒冷 他们也失败了 因为在前五十年时间 他们小小的殖民地 几乎不能生存下去 他们好不容易才生存下来 但是清教徒在不断地 看来无法忍受的压力和挫折下 保持为人喜乐 平安、忍耐、顺服和满有盼望 取得了道德和属灵上的胜利 这使得他们 在有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为一号展厅的信徒名人殿堂中 占有极为荣耀的地位 正是这不断在火窑中的经历 造就了他们的成熟 他们关于做门徒的智慧得到提升 福音传道人乔治怀特肥 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神的工人 从来不能像在十字架下的时候那样 更好的写作 传道 在这时候 基督的灵和荣耀的灵 落在他们身上 无疑是这点成就了清教徒 如此燃烧的火光和亮光 他们被黑暗的巴多罗买法案 1662年教会统一条例 驱逐从各自的岗位被赶走 要在粮仓和田野里 在大陆和篱笆旁讲道 他们写作 传道时有一种特别的风范 是带着犬柄的人 尽管死了 他们还急着他们的作品说话 直到今日 还有一种特别的恩高伴随着他们 上面这段话 引自在1767出版的 约翰班杨再版著作的前沿 但正如所有当代阅读 清教徒作品的人 自己发现的那样 这恩高仍在继续 人依然能感受到全柄 成熟的智慧依旧震撼人心 集着这种文学遗产 清教徒可以帮助我们 在今日达至他们所认识 我们所需要的成熟 第二章 在哪些方面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成熟 让我提一些具体方面的事情 第一 我们可以学习 他们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整合 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信仰 所以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整体 在今天 我们会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体的 所有的认识 活动 享受 所有对被造物的使用 个人能力和创造性的培养 都被整合 为了单独一个目的 就是感恩 领受他一切的恩赐 把万物归耶和华为圣 以此荣耀神 所以 对他们来说 没有神圣和世俗之分 所有的创造 就其本身而言 都是神圣的 所有的活动 无论是什么 都要被归为圣洁 就是说 为了荣耀神而行 所以 带着思念天上的热情 清教徒成为了有秩序 讲事实和求实际 多多祷告 有目的 讲应用的男男女女 他们看生活为整体 把默想和行动 敬拜和工作 劳动和休息 爱神和爱邻舍 和爱自己 个人安息和社会安息 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 范围广阔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责任 用一种彻底负责和深思熟虑的方法 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彻底上 他们是极端的 就是说 比我们要彻底的多 但他们把圣经中列明的 所有内容广泛的基督徒责任 融合在一起时 他们是特别的平衡 他们凭方法生活 认真计划 平衡他们的时间 重点不是在把不好的东西排除在外 而是在于确保他们 能够得到一切美好 重要的东西 在当时 在现在 这都是忙碌的人 所必须的智慧 我们今天的人 往往生活没有计划 随机生活在一系列 彼此没有关系的单独部分中 因此觉得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 都接应不暇 分心不能专注 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从清教徒身上 学到很多 第二 在他们高质量的灵性经历上 我们可以学到功课 清教徒与神相交时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圣经占极高地位 清教徒追求靠着圣经来生活 把他看作是神对神人之间关系教导的话语 在这方面 他们也非常刻意讲求方法条理 清教徒明白自己是有思想 感情和意志的受造之人 明白神对人心的作用 是通过人的头脑进行的 他们操练默想 逐一逐一 以及系统化的默想全部整体的圣经真理 看他们是应用在自己身上的 清教徒对圣经的默想 在他们的步道上得到完全表现 在默想时清教徒追求查验 挑战自己的内心 挑望自己的情感 去恨恶罪 去热爱公义 用神的应许鼓励自己 清教徒的传道人 在讲坛上也是如此 这种理性 决心坚定 充满激情的敬虔是认真的 却没有变成自我沉迷 是以律法为引导 却没有陷入教条主义 表达了基督徒的自由 却没有可耻地 堕落为为所欲为 清教徒明白 圣经是对圣洁不可改变的守则 绝不容许自己把他忘记 他们也明白 堕落的人心是何等不诚实和诡诈 他们培养谦卑和自我怀疑 以此作为一刻不离的态度 常常为了灵性上的盲点 和潜伏的内在的罪而自我反省 然而在这方面 我们不可认为他们是病态 专注自己 相反 他们从圣经中发现自我反省的操练 接着是操练认罪 离弃罪 为基督赦罪的怜悯 而更新对他的感恩 这是极大的内心平安和喜乐的来源 我们今天这些付出极大代价 才认识到我们在侍奉神这件事上头脑不清晰 感情不受控 意志不坚定 屡次发现自己被伪装成超级属灵的没有理性 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所挟制的人 也可以从清教徒在这方面的榜样上获益良多 第三 在他们为实际行动付出的激情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 尽管清教徒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 有自己可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的梦想 他们却绝不是那种 我们称为白日做梦的人 他们没有功夫闲懒 做懒惰 消极的人 留待其他人去改变世界 他们是依照纯正的改革宗模式 讲求实际行动的人 是征战的活动家 却没有丝毫地依靠自我 是神的工人 完全依靠神在他们身上 急着他们显露作为 总是为了他们其后反省 看来是做对的事情 而把荣耀归于神 他们是有恩赐的人 热切祷告求神使用他们的能力 不是为了表现自己 而是为了他得到称赞 他们没有一个人 想在教会或国家里 成为革命家 尽管一些人很不情愿 成了这样的人 然而 他们所有人都渴望 哪里需要把罪转变为圣洁 他们就在哪里为 神做实际改变的工具 因此 克伦威尔和他的军队 在每场战斗之前 都做很长 很有力地祷告 传道人在放胆灯上讲台 之前在私下做很长 很有力地祷告 凭信徒在处理任何重要事情之前 都做很长 很有力地祷告 然而今日 西方的基督徒 整体上没有了激情 消极被动 让人担心是不去祷告 培养一种 把个人的敬钱 包裹在敬钱主义简窍中的 集体文化 他们任由社会事物自我发展 不期望 在极多的时候 不寻求超越他们自己 基督教的圈子 去影响社会事物 清教徒为一个圣洁的英格兰 和新英格兰祷告 努力工作 认识到 如果特权被忽视 不忠心占了上风 国家就会有受审审判的危险 而现代基督徒很高兴 以平平常常受到社会尊重为满足 不再追求更多 很明显 在这一点上 清教徒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要说清教徒创造了英语世界的基督徒家庭 这毫不过分 清教徒的婚姻观不是去寻找一位 你目前可以充满激情去爱的人 而是去寻找一位你可以稳定地去爱 当作你一生最好的朋友的人 然后靠着神的帮助去这样行 清教徒的育儿观是教养孩子当行的路 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要关心 教育他们使他们可以过稳重 敬前对社会有用的成年人生活 清教徒的家庭生活观 是建立在维持秩序 尊重和家庭敬拜之上的 善意、忍耐、保持一致 鼓励人的态度被视为基要的家庭美德 在那个日常生活不舒适 药物简陋 没有止痛药 哀伤的是经常有的年代 人的平均寿命刚刚在三十岁以下 除了极有钱的商人和有土地的贵胄以外 每个人在经济上都极为艰难 在每一种意义上来说 家庭生活都是培养挺格的学校 清教徒带着极大的坚强意志 抵抗用家庭暴力来摆脱这世界上的压力 这种实在是太常见的试探 尽管面对这一切 他们仍在家庭中努力去荣耀神 这实在配得我们最大的称赞 在家庭里 清教徒表现出他们的成熟 现实地接受苦难和失望 把他们看作是来自神的 拒绝被任何这些事情吓倒 令自己灰心丧气 还有 清教徒的平信徒 是首先在家中操练传福音和侍奉的 Gary写道 他努力把他的家庭变为一所教会 努力使生在家中的可以得到重生归向神 在一个甚至在基督徒当中 家庭生活都变得脆弱不堪 胆怯的配偶采取分开这条轻松的途径 而不是努力面对他们的关系 患有自恋狂的父母在物质上溺爱孩子 却在灵性上对他们疏于照顾的时代 再一次 我们可以从清教徒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方法上学到很多 第五 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人价值的认识上学习到功课 因着相信一位伟大的神 他们生动地认识到道德问题 永恒 人的灵魂的重要性 哈姆雷特所说的那句话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这正是清教徒的感叹 人个性的奇妙 这是他们可以深深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尽管他们仍受到他们承受的中世纪遗传的影响 这遗传告诉他们错误的人没有权利 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在任何情形下 尊重那些公开和他们意见相左的人 但他们对人的尊严 人受造要成为神的朋友 有着强烈的认识 最为特别的是 他们认识到人圣洁的美丽和高贵 我们极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集体化 郊区化的以朝中 当今对人个体永恒的价值观被大大削弱 在这一点上 清教徒的精神是对我们的纠正 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 第六 我们可以从清教徒对教会更新的理想上学到功课 当然他们没有使用更新这个词 他们只是讲论改革 对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来说 这个词只是局限于教会正统教义 次序 敬拜模式和教会纪律规定等等 这些外在的事物 但是当清教徒讲到 写书 祷告论到改革的时候 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多得多的内涵 在理查 巴克斯特索着改革的目者出版的非页上 改革 这个词是用比其他的字 大的多的字体印上去的 人不需要读了很久之后 才会发现巴克斯特的改革的目师 并不是一个推动加尔文主义的人 他而是一个侍奉他的会众 作为一个传道人 教师 教导教义 问答的人和生活的模范 其生活表现 是我们所称为复兴或更新的 这种改革的实质 就是更丰富认识神的真理 激发对神的爱 加增 对神尾身的热忱 更多的爱 喜乐 在呼召和个人生活上 更坚定作为基督徒的目标 与此相应 对教会的理想 就是通过改革的牧师 会众里每一位成员 都要成为改革的人 就是说 由神的恩典引发 却不陷入我们称之为复兴的那种混乱之中 是真正 彻底归正 神学上正统和正确 灵性上警醒并带着盼望 在品格上有智慧 可靠 在伦理上进取和顺服 为人谦卑 但又是满有喜乐 明确他们的得救的人 这是在英国本土教会和十七世纪中叶 大量出现的公理会类型的集合式教会中清教徒 牧养侍奉自始自终所最求的目标 清教徒的教会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拦阻了我们对他们追求教会灵性复兴的认识 回想起英国寻道会运动和大觉醒 我们会认为复兴的热情总是会给建立起来的制度带来压力 在这方面 清教徒所设想的会众层面上的改革 是表现为源自中心传道 要理问答学习 牧师方面的灵性侍奉的有条理的形式 教权主义意志凭信徒的主动性 这无疑是一种清教徒的局限性 终于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 在贵阁派运动中 在共和政体时代 各宗派的地下世界里 凭信徒的热情喷勃而出 这种制度便自食其果了 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 清教徒培养出来的牧者高贵的品格 这些牧者集传福音 教导圣经 牧养 医治人心灵 进行教义要理问答教育 辅导 训练 执行纪律于一身 从清教徒对教会生活的理想和目标来看 这无疑是正确的 有长远的价值 从他们对牧者所定的标准来看 这是充满挑战 对人要求极高的 在这方面又有极多当代基督徒可以留心 应当留心的榜样 这些只是几个最明显 清教徒可以在今天帮助我们的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